作詞作詞 。 就這樣吧, 有時候可以在這兒留到白,白酒。 你看這一張,我在這兒留了點白,這白也不是學族是需的,所有留就是這樣的方法。 學祖玩學的效果,畫學祖的時候,這個木一般的要重一點,為什麼要重呢? 這個是藍的這個雪地,這個雪地在它形成明彈的足夠的明彈反差,就是說葉子是黑的,很重的,木是比較灰的,就讓你們看出這個竹子比較突出,在紙上突出出來。 藍的招,剛才說過了,不要把一張紙整塊都染成灰地的,在這張畫裡頭,我在這個角上留一塊,這塊的不是雪,但是什麼呢?就是虛,就是必然把這張紙染成一張灰紙,灰紙是沒有空間的。 原不雪地的呢?就是原學的這個地的呢?要有空間。 那樣青灰紙呢?它不就停了嗎?所以你要注意啊,或者是把這兒留一塊,或者把這兒留在哪個地方,或者這一塊一直留下來,留在這兒,都行。 那樣,只要把這個地方的 Rivian來,把這個地方把它緣出來,把你雪的緣出來。 就可以了,這個地方留里 Crusher也就可以了。 這個地方留一點兒就可以,所以要有困住感,有點兒電話就這樣。 现在我谈一下异族的画法 上面讲的学族风族和情族 开始讲的那都是情族了 就是清天之族的 学族和风族都讲过了 异族也是人们喜爱的一个题材 异族一般就是画的质更集成一些 还有现在我画一句 都是异族的质 都是异族的质 异族就这样就行了 它也有点往下下属 而且下了鱼以后这个质就变成蛋儿了 就变成蛋儿了 有什么蛋儿呢 就是这生所有的月子都掉了鱼了 掉了鱼以后 它就是太阳重的就下来了 所以说一话鱼族首先把质也画得低垂 相应的鱼族也画得有一些倾斜啊 或者是异族啊 就是用这个鱼族的重量压了 这鱼族也有点贯深了 那么这一个鱼族呢 我画的有一条异族 就是让它跟这个座来吸引 或者好前的时候就坐在这儿 下午的时候就坐在这儿 那么叶子怎么换呢 叶子换啥 基本上就那个死叶竹子一样的 这个用叶子上的水头要大 你现在看看 这个鱼族 水头要淡的 不够还可以住水 它往外扩散的不够啊 你住了一袋水就 就在这个 已经画过的地方呢 扎一袋水上去 它就快换出来了 最后是一件快成功 你知道吗 这个不要太齐了